中国又有贪官被判刑了 12日26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 董事长胡文明受贿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一案 以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共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 追缴受贿财物 2001年至2020年 被告人胡文明 利用担任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 苏州长丰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 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 基在设备部部长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 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 或者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拦 资产收购 干部提拔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财务人民币5986万余元 2013年至2015年 胡文明担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期间 接受他人请托并收受贿赂 违规对民营船厂资产进行收购 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但刑局期间检举他人构成重大立功 具有多个法定从宽处罚刑结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谢谢您订阅本频道并点赞